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样子的 你将一个函数FZ对Z积分 沿着一个路径C 那这个时候它的积分就可以有好几种积分 最简单的一个积分 就是说我们这整个的积分值会等于这样 你可以将这个函数本身FZ FZ可以写成U加上IV 那DZ就等于DX迪Y加上I迪Y 整整一碗之后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第一个式子是一个通式 不管在什么状态下面 基本上它通通都适用 它的意思是这样 假设我们今天复杂一点的 你从Z0移动到Z1 也就其中一个片段而已 用FZ抵Z 在某一些特殊的状况 它就可以很简单的写成为FZ1 尖叫大FZ0 其中呢 我们要求FZ的微分呢 就会等于怎么样 小的FZ 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子做 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子做 就是当这个小的FZ呢 is analytic in in一个什么 in a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D 假设可以这个样子的话 OK 而且呢 FZ呢 本身也必须要是analytic 也就是说这两个 OK 我应该怎么样讲 就说这两个 通通都要是analytic 好了 我就在这边写 FZ and 小的FZ are analytic OK 我们先写简单一点 他们一定要 是可解析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激分 而且发现一件事情 很好玩的是说 我们这个激分呢 完全不管路径 它是跟 开始跟末后的状态 有关系而已 所以说假设你的状态是 状态是这样子 你把它绕一圈回来 绕一圈回来 Z0 然后跑跑跑 跑到Z1 然后最后又跑回Z0 那结果一定等于0 对不对 OK 好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idea 第三个 它是告诉我们说 FZ呢 对抵Z的这个积分啊 事实上你可以想个办法 把这个路程呢 C呢 用Z的给T来代替 也就是你把它想成 Z T的一个方式 让这个路径 让这个路径 随着比如说时间的变化 它刚刚好就follow着它 那么可以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个积分就变得很简单 我们就怎么做呢 就把大的 FF呢 里面本来是Z 你现在把ZT带进去 之后呢 乘上Z DOT T 对T来微分 之后呢 你就对它积分 积分要怎么积 就看看C用ZT来代替的时候 到底是从哪边跑到哪边 假设刚开始的位置叫做A T的A 那跑到某个地方 就好像Z0跑到Z1一样 那么它可能时间跑到B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写 那在这里面呢 请大家记住一下 我们这边微分有两种符号 一个是plung的 一个是DOT 所以我将它的定义啊 稍微写在这边 FplungZ呢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大FZ 对Z的微分 Z.T 指的是对TG微分 OK 这两个符号呢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下 那么在我们这个计算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教到几个啊 很重要的一个假想 比如说呢 假设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好了 unicircle Z 等于E 这个是个什么 unicircle 它指的呢 就是在X Y的这个平面上面 你画一个半径为E的圆 然后你在上面 比如说 你要这样前进 这个叫做C好了 那么C我们不是要用个E 假如说用下面的积分 我们希望用个跟Time有关系的表示式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进步到ZT啊 写成什么呀 Cosine T 再加上I Sine T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假设更进一步呢 你说说 OK 我这个半径未必要等于E 我可以进步到一个Row的半径 那么 是不是我可以更加进步 进步到怎么样 我Row存在前面 Cosine T 再加上I Sine T的表示式 假设更加进步 假设更加进一步 你就说 哦 我这个圆圈圈呢 并不是在中心点 它可能偏到了什么地方 Z0 然后你半径一样是Row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就把它平移 平移到Z0 再加上Row 乘上Cosine T 再加上I Sine T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把它整个的表示式呢 用圆球的方式来表示呢 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OK 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这个积分当中呢 我们做了几个积分 当然啦 这种形式的 你也可以将下面这个 写成Explential IT 假设你要这样子写呢 可能是为了某些计算上的方便 对不对 这是Ulay equation 我们当然可以这样子做 然后我们做了几个 很好玩的东西 比如说呢 我们积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积了一个积分 而且是绕圈圈的积分哦 OK 我们假设呢 有一个 Uni Circle的积分 绕着什么 Z分之一积分 你不要忘掉 Z本身在哪边是发散的 在Z0 对不对 所以它是怎么样 绕着它在那边积分 所以这个积分路径上面 它都是可以解析的 但是这个Domain 就不包含的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是发散 OK 所以这是个比较奇异的现象 但是没关系 你顶多只是不能用第二个式子而已 其实第一个式子是通式 凡式都可以用 但是通式的意思就是很难用 OK 下面这个呢 看起来是一个特例 你要能够用ZT来表示 你要找不到这个方式 你就很难做 但偏偏绕着圆心的运动啊 是很容易表示的 上面就告诉你什么表示了 所以它很好积分 我们这样一积完分之后 它告诉我们 它的解答等于什么 2排I OK 它的解答等于2排I 假如说 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积分 记住了 这些我不在这边做给大家看 假设是这样子 这样子呢 我们的经验呢 我们上次的计算过程 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比如说呢 它的这个呢 它是绕着某一个点 半径是某 然后它绕着这个积分 OK 绕着这个积分 那这个东西 有个很特殊的地方 当M等于负值的时候 而且要等于负值 我们计算过 它有两个状况 对不对 第一个M等于负值 M等于负值的话 我要把它重写一下 它的行为 它是不是就变成为 Z减掉Z0分之DZ 你发觉上面跟下面 长得很像 只不过这个的Z 是在Z等于0的时候发散 这个是Z等于Z0的时候发散 对不对 只要M等于负值的话 我们求出来解啊 大家都一样 等于2排I 假设M不等于负值 通通通等于0 这是上次算出来了 记住 这两个的算法 通通都是follow第三个步骤的算法 就可以把它很简单的算出来 这是我们上次讲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上次呢 我们就开始来讲 Cultry Integral Theory OK 他讲了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 他先介绍 我们在前面有讲到这个 In Domain D 这个Domain是什么Domain A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好 什么叫Simply Connected Domain Connected的我们知道 也就是说 在这个范围D里面的任意两点 我可以利用其他的点当中 把它当作 当作怎么样 当作跳跃的板块这样子 用很小的线段 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就叫Connected Domain 那什么叫Simple Simple 我们的定义就在这边 OK 我们先来介绍几个 第一个 Domain 对不对 我们来复习一下 Domain 第一个 假设呢 记住说Domain的本身 不包含边界哦 所以假设呢 我们有一个是这样 或者是 这样子 那你考虑的范围 是这边的 假设这里面呢 没有任何个奇异点 这种呢 通通称之为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Domain OK 假如说我们有个这样子 就这个Domain呢 就在某个地方呢 不包含 OK 这个圈圈里面 不包含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Doubly Connected Connected Domain 假设里面包含了 两个区域 不可解析 OK 那么这个叫Triplet 前面的 前面的第二个这个特例 它告诉我们说 假设你的积分 跟路径没有关系 你所处的这个环境 一定要Simply Connected Domain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是这种Domain 这种Domain的东间 不包含任何东西的 OK 不包含任何让你 发散的点 这样才行 那你可以在上面 画任何路径都可以 也就是说 你画出来的路径 比如说Path 我们可以是这种路径 这是什么 Simple路径 所以假设我在上面 画出一个路径出来 你发觉一件事 因为这个区域 全部都是怎么样 画虚线的地方 全部都是它可以解析的 所以我画出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左边 我们叫做 被它包住的范围 所以你要看看 它怎么前进 我这样前进 它的左边 就是这里面 画在这边的结果 它告诉我们 不只是路径上面 可以解析 它里面的每一个点 都是可以解析的 OK 那么这个叫Simple Path 那第二个式子 针对的就是 这两个的组合 假设你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路径 那你就知道 你在绕的时候 左边是代表你的里面 对不对 穿过去这一点之后 惨啊 它的左边变成什么 感觉上好像在外面 那到底谁是里面 谁是外面 你的斗面不可能 无穷大嘛 除非是无穷大 要不然哪儿 可能可以呈现这个呢 所以这个叫做 Not Simple 我们目前不考虑 这种现象 OK 或者是 你这样子的 纵使这边有交叉点 好像你知道 这样过来之后 好像要这样弯回来 但这个点就代表 两种状况 这个点之后 它有两个去向 你不晓得它是什么 那也很复杂 所以呢 相当于说 我们要利用 第二个条件 必须要针对 A跟B 这两个的 全部都要文合才可以 OK 假如说有这种状况 那么就代表了一件事情 我们的积分啊 就可以再次的很简单 所以我们就说啊 假设D呢 这个是什么 Cultry's Integral Theory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我们D呢 它是个什么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C呢 是个Simple Path FZ呢 and大的FZ呢 are analytic in D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FZ DZ 只要你绕一圈 它一定断的 非常简单 所以角色 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 很多积分就变成不是算的问题了 而是变成我们判断的问题 假设它吻合这个式子 那根本就算都不用算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就举着几个例子 比如说 Exponential Z 我们一看Exponential Z 它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是收敛的 对不对 除了在Z顶 无穷远处 也就代表说 它适用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 但纵实是无穷远处 什么叫无穷远处 无穷远处也没有边界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 它本来就属于一个很大无穷远 无穷大的一个斗面 而且C呢 只要C是在这个斗面里面绕的 那就遵守了 这个的条件 这积分需要算吗 不需要 零 所以一样化呼噜 假设我写CosZ呢 CosZ 随着Z的变化 有没有什么地方它是发散的 没有 所以它任何个地方 通通都是可以解析的 假设我这个C 只要在这个路 可解析的这个D的范围里面 它是个simple path 所以就变成不是算了 而是用判断 对不对 OK 或者是呢 像这个例子 second Z 第Z 然后呢 我们这边是个C是等于unic circle second Z就等CosZ分之一 CosZ分之一 所以呢 无论如何 CosZ分之一 就代表CosZ的指挥是在那边 正义到负义嘛 对不对 因为CosZ本来就正义到负义 那么 等一下 那你去看看 second Z是什么地方发散 CosZ等于0的地方吗 CosZ什么地方等于0 CosZ second Z 不就等于CosZ分之一吗 你把它当作实数来看 起码CosZ什么地方会等于0 二分之拍 的整数倍 正负二分之拍 所以我可以正的二分之拍 或它的整数倍就更大了 对不对 或负的二分之拍 或它整数倍更大了 但问题是我的路径呢 在哪里 在这边 这路径有没有包含它 没有 它发生了点 我这路径没有包含它 里面也没有包含它 那相当于我可以把它局限在一个区域里面 这个区域叫Domain D好了 这里面大家都适用 对不对 所以就相当于我可以不管这边的点 那它这种积分呢 看都不用看 对不对 OK 就变得非常的棒 但是假设 我们来记一个 Z的Complex Conjugate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Z的Complex Conjugate 本身是不可解析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概念来解它 不行 我就不能多用Cauchy Integral Theory 我就必须要乖乖回去 最左边 用第一个式子 或第三个式子来解 你解完之后 它告诉你 它的解等于 2πi 对不对 你发觉2πi 你要对这个非常敏感 我们对这个字 2πi 2πi 它四处都2πi 莫名其妙 那是不是2πi 就可以成为我们紧接着 要介绍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Parameter 对不对 好 所以请大家要来记住一下 好 那么问一件事情 假设我现在来一个底Z Z平方呢 它会等于什么 C也是Unit Circle 这一看 Unit Circle就是画个圆圈圈 半径等于1的地方 Z平方等于1 Z在0的地方怎么样 发散 所以我可不可以用这个理论 不行 但是我可以用什么 一看 我们刚刚不是说 不能用那个理论 我就乖乖地算 我都已经算完了 Z分之一算完了 假设不是Z分之一 而是Z分之 M次方 我把Z0当作0就好了 Z分之 二 负二四方 只要M不等于负一 统统等于0 管他的 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告诉我们 虽然说吻合 Cauchy Integral Theory的状态下面 它的积分等于0 但并不等于0 通通都是吻合他 比如说这个 这个根本就跟Cauchy Integral Theory 没有关系 他的这个路径里面 包含了一点是不可 是发散的 不可解析的点 但是他基本上还是等于0 OK 所以请大家了解 等于0的 未必是因为这个事实来 只要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 那他的基本一定是0 OK 请大家记住一下这个状况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昨天还要再讲一件事情 假设说 有个domain 长得特别奇怪 也不是特别奇怪 它就是像我们中间这个 double connected 的domain OK 我先用实性的线来画 因为比较清楚 我这当中有个 这个是我们关心的 假设我们有一个 double connected domain 那么他现在问你一件事情 假设我们要做个积分 以沿着C1 假设我要做这个积分 我可不可以应用这个 不行 对不对 为什么不行 因为第一并不是个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它是个double connected domain 所以就不行了 但外面可能很复杂 我现在要怎么办呢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事实上这个 可以写成为怎么样 同样的积分 但是呢 我们只要记里面那一圈就好了 但事实上 我告诉你 我可以记任何一圈 当然只要包含住他就好了 我可以找一个 我喜欢的形状 也可以 为什么 凭什么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 假设可以就代表 假设有个积分 这个路径 哇好复杂 看起来就很恐怖啊 但是他告诉你 不要怕 你可以把它转换到一个 你很容易handle的形状 你会的形状 你看我们怎么转 都是绕着圆圈圈转 因为我们可以把它 变成一个圆圈圈 我们怎么来 来做这件事情 这又要发挥我们 物理系的这个强项 对不对 我们碰到个问题 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 先把它给怎么样 把它给拆了 所以我先画一下 我们怎么拆 我们上次有讲 很简单 我拿一把刀 就直接把它给切了 管你怎么切 切过去之后呢 我们立刻就从这边看到 我有两种绕法 第一个绕法 从这边 绕到这边 之后呢 沿着这个绕进来 到这边呢 沿着这个绕下来 到这边呢 沿着这个绕进去 到这边呢 又绕下来 你告诉我 假设这个 叫做 我上次是用什么方法 好几条是吧 那管它呢 我们这个叫做 C Lower 好吧 低的 低的 这个圆圈圈 那是不是 你从这边就看得到 这个路径呢 本身都是在可以解析的 本身里面所包含的 也都是可以解析的 那你告诉我 这条路径的积分 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零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有第一条 Lower OK Lower 它告诉我 零 等于 等于什么 好几条积分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它分解了 第一条积分 这后面这个就不写了 第一条积分叫Lower CL1 这个过来叫CL2 绕这一圈叫CL3 绕这一圈叫CL4 那是不是第一个 第一个当然就不是绕圈圈啊 它有点CL1 再加上CL2 再加上CL3 再加上CL4 哦 这样子刚好绕一圈 对不对 very simple 上面这个呢 我可以设定一个方向啊 这个方向叫 这一边绕 这边绕的时候 它叫做CL 不 CUP CU UP 上面 叫UP Upper 可以绕到这边之后呢 这样子绕下来 到这边之后 这样绕过去 到这边这样绕下来 到这边又这样绕过去 假设我按照CL CUP 这条曲线呢 你发现 曲线上面 都是可以解析的点 曲线里面所包含的 也通通都是可以解析的点 就好像你有块区域 本身是simply connected的样子 然后这条曲线呢 也都是可解析的 那么 它的积分 当然也是0 因为它吻合什么 靠去integral theory 那它要等于什么 第一条 这一条 对不对 这叫CU1 这叫 下面这条CU2 这个绕圈就叫CU3 这一条CU4 我上次是把号码 可以一样的尽量一样 我把它重新编号 这个叫做4 这个叫做2 那我现在就开始加咯 CU1 对不对 这条呢 是U4 我就写在后面 CU4 到这条呢 CU3 这条呢 CU2 OK 你要是仔细看 CL1 这一条 假设再加上 CU1 是不是相当于外围 所以这两条加起来 是不是相当于它 所以呢 我做个相加 0加0呢 还是0 但是这两个一相加呢 是不是等于C1 对不对 外围嘛 OK 再加上 CL2跟CU2 这两个 这个积分是 是由这个点往左边积到这边 上面红色是由 左边这个点积到右边这边 长度一样 位置一样 方向不一样 那你告诉我 他们插一个什么 符号 符号 一个正的加上一个负的 等于什么 0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4的这个线段 黄色的这个4的线段 是由右边这个点积到左边 红色这个是由左边的这个点积到右边 同样的线段 同样在可解析的范围 那么他们会插个符号 也是等于0 再来这个 这个CL3跟CU3 变成一个路径 顺时中转的路径 这个跟我们这个 这边讲的这个呢 逆时中转 刚好差一个方向 所以是不是它刚好等于负的 C2 来 所以这样一来就告诉我们 C1的积分 减掉C2要等于0 就代表C1的积分 等于C2的积分 这边要花圈圈 因为刚好绕一圈 对不对 就很清楚的证明了 这件事情 好请将这些概念 老老记在脑袋里面 老老的记在脑袋里面 因为我们紧接着 就要用它了 我们稍微把这边整理一下 第一 a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D 什么叫simply connected 这个叫simply connected 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C a path in d 在d里头的路径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 比如说画一下 这个叫c 假设是可以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写在这边 z0 z1 ok 我应该重新来 重新来 再写好一点 那么我就可以应用下面这个字子了 请记住 z0跟z1 也得在这个范围 要不然就麻烦了 ok 好 那Cauching Integral Theory呢 它告诉我们 假设是这样子 那我刚好绕一圈 11呢 也在这里头 等一点 对不对 跑去哪里了 11 好 另外一个呢 假设我们的domain不一样 我可以把它写成 这边叫c2 这一圈 叫做c1 那么它告诉你一件事情 c1 fz dz 等于c2 我不要用fz 我叫做gz好了 ok 因为这两个 讲的范围不一样 上面fz都是指一个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这个明显不是 这叫doubly connected domain ok 好 那这边都是很重要的计算 我要保留在这边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下面一个 名字我们弄一弄 好吧 这个叫couch 现在要来讲couch integral formula 我们将中间的这个 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积分 不需要写在那边 写在这边好了 z8 dz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绕一圈 c呢 是 z等于 它的数字呢 也等于零 哦 不对二π ok 好 d a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假设我们一个d呢 这个是d 然后呢 c呢 a path in d ok a simple path fz呢 an analytic function in d 假设我们做这个积分 做什么积分呢 我们这积分呢 分成分子跟分母 分子的地方呢 是fz fz是 在这里面 全部都可以解析 分母的地方写z 减掉z0 哇 这一看就知道 f 假设只是这样子 那根本就不用积分 等于零 这个一拿出来就麻烦了 虽然说fz是可以解析的 但fz除以这个 这整体的 在z0z0的地方发散 对不对 相当于说我们这边有一个点啊 叫做z0 这整个函数 在这个地方是发散的 也就是说对fz而言 本来在这个区域里面 全部都可以解析 但对这个复合之后的 整个的函数 因为你下面除一个z 减掉z0 你把它叫做g好吗 这下子 这个就对g而言 就不是simply connected domain 因为它有一点是发散的 对不对 那么请问一下 假设你的积分 沿着一个路径 叫做c 它会等于什么 它告诉你说 它会等于 很简单 2πi 乘上f上面这个函数 在z0的数字 就是这样子 当然了 你可以把它颠倒 对不对 我也可以这样子写 我也可以这样子写 好 为什么它可以这样 你看看 这一题 是不是跟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一题很像 这个 是不是上面是e 好 我把这个移到后面 好了 dz移到后面 这么写e 你告诉我e在哪边 e是 所有的地方都是e 那当然都可以解析 因为它只是个常数 c呢 是一个 单元的 圆圈 e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解析 那当然这个 unicircle 在任何地方 也都是可以解析 但问题出在于 它下面跑出一个 叫z减到z0的 这个东西 让这整个函数 在z0 z0的地方 不可解析 抱歉 这个c是绕着z0的 一个圆圈圈 所以我们上次 就不能用解析的方式了 我们只好回到 我们用什么 把z换成为 跟t有关系的函数 来解 才可以把它解出来 它告诉我 等于2πi 假设根据 它这个new的formular 它也是等于2πi 乘上上面这个函数 在z等于 z0这一点的值 那管理3kz 它任何地方都是e 所以就乘上e 是不是2πi 跟它的这个formular 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只要证明了 这个formular 我们以后 碰到这种问题 就可以把它分开来看 我们以前都把 这个积分里面的 积分这里面整个叫做fz 或者叫做gz 它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把它分解 上面这个部分叫做fz 因为它可以解析 下面这个呢 就是让它出麻烦的地方 我们把它提出来 放在坟墓的地方 ok 那这样子呢 碰到麻烦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化 假设你可以简化成这个样子 它的答案就是它 那根本就不用算 对不对 直接答案就跑出来了 所以现在开始很多积分 都变成不是你要算 是你要判断 属于谁 你要怎么做 ok 只要它完全在我们 简单的判断范围之外 要算的 那你就知道乖乖算了 我们刚刚又 刚刚那边又写三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跟第三个方式 都可以apply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 ok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Z0的附近啊 做个圆圈圈 它是圆的 半径呢 是Row ok 这个路径叫做K路径 我们现在开始来证明 我们这个式 好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做一件 简单的 FZ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为什么 F在Z0的这一点 再加上 FZ 减掉FZ0 OK 就好像说 后面把它减掉一个 前面把它夹回来 好了 我们先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丢到我们这个积分里面去 我们的积分本来是FZ 除以Z减掉Z0 DZ 一个密闭积分 沿着C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分成 上面这个有两项 是不是这边积分就分成两项啊 对不对 分成两项 第一项是FZ0 排在这边 FZ你是常数可以提出去啊 所以你是等于Z等于 第一项 对不对 第二项 上面就造写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 对不对 那下面这个呢 非常简单 因为这个已经算过了 在这儿 2πi 所以呢 我们就变成2πi 乘上FZ0 再加上后面的这一串 所以我们现在剩下了这 后面的这一串 怎么算 我们要把它算出来 就好了 假设根据这个formular 它算完之后 一定告诉我们 后面这个积分的能力 所以答案只剩下前面这个 这个就是它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算后面的这一块 OK 我讲到这边 大家 还可以跟得上吗 可不可以跟得上 可以 你们有没有发觉 它越来越简单 对不对 只是判断呢 需要多用一点方式 而且呢 它一直引入新的判断方式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 它会越来越简单 你要越来越记住 它的idea 最后面 你必须把它idea 所得到的结果 背起来 这个没办法 你必须把它背起来 要不然你每次就要 从头思考一次 好 那很花时间的 假设可以把它背起来 就跟99乘法表一样 对不对 6乘8 你不用说 6呢 要加8次 废话 它等于6加8次 不用真的去加嘛 6 8 48就好了 对不对 好 我记得以前呢 我们都背到99乘法表 就背到9乘9嘛 对不对 听说现在很多地方 都背到12乘12 甚至有的更夸张啊 背到多少 背到16乘16 OK 他觉得这样子才够用 才够用 所以呢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当我们把我们眼光 聚焦在中间 这整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发觉 这整个的函数啊 在Z等于0的这一点 发散 它并不对 也就是说 它在那一点上面 不可解析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那事实上呢 这个 根据我们前面的 这个 它告诉我们说 假设有个函数 它中间的这边啊 是不可解析的 那我外面任何一个地方的积分 我可以写成 包着中心点 不可解析这个地方的 一个线积分 那么 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这个C的积分 其实可以进化到怎么样 对这个K的积分 Right 完全一样 所以呢 这个呢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为 这是C 对 K K是什么 一个unicircle 中心点呢 不是unicircle 一个circle 它个半径的肉 中心点在Z点的地方 好 但问题是 这个范围有多大 这个半径有多大 你可以取到多大 根据呢 刚刚的这个 它告诉我 我也可以把它 C2取成这个圆圈圈 因为我喜欢圆圈圈 可不可以 可以 或者我可以取到 刚刚好把它包围住 取到刚刚好把它包围住 那你告诉我 在我们这个题目里面的 这个 它不可解析的是一个范围 还是只是一个点 一个点 在那边 在Z0 这个点外 我也可以包多小 是不是无穷小 对不对 无穷小 所以相当于 我这个K 我可以一直说 一直说 一直说 一直这样说 说进去 我可以这样子做 OK 那这样一来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一直说的意思 就代表什么 对 FZ 减掉FZ0 它可以 它的叉子 一定有个很小的数值 对不对 因为Z 我可以非常非常 逼近到Z0 我可以非常非常 逼近到Z 那么K呢 就变成到一个 一个怎么样 A disk Z减掉Z0 小于Delta OK 它可以非常非常 靠近它 所以说 这两个 捡起来的数值 非常非常 靠近0 对不对 绝对值之后 一定是正的 又要很小 OK 所以这样子一来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FZ减掉FZ0 除以Z减掉Z0 它会小于什么 小F准 除以Row OK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F准是上面两个人的差子 这个呢 是它的半径 对不对 这个圆圈的半径 它一定会小成这样子 那根据呢 ML inequality 它告诉我们 这个积分 它无论如何 一定要小于怎么样 小于 这整个函数 最大的值 一个很大的某个数值 在乘上 这个的什么 长度 ML 我们说 这整个的函数 一定要小于这个 这是它的很大的数值 长度呢 就是2πR 它是2π半径身Row 对不对 所以呢 消掉之后呢 它会小于2πF F是什么 是一个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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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数值 你告诉我 它最小多少 0啊 0啊 趋近于0 非常非常非常靠近于0 所以这整个的积分呢 非常靠近于0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 这个积分呢 就把它刚做0 我们的解就跑出来了 OK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呢 把它写下来一下 好不好 它是一个圆圈圈 半径等于Row 圆圈点在Z0 它会等于2πI F在Z0的这个数值 记住啊 FZ 永远是在 这个斗面里面是可以微分 是可以 有意义的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这个叫做什么 Cultry Integral Formula OK 好 我们将它写下 那我们来看看几个题目 我们要怎么做 Yep 哪一个定义什么呢 这个是ml inequality嘛 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子讲 假设你有个函数 然后对着某一个路径 密 取绝对值 这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 就从我们基本的基本来看 假设我有个X 这上面有个FX 我从某一段G到某一段 我是不是只算面积 我可不可以把它分成N个等分 可以吗 把每个等分加起来就是它 对不对 我分成N个等分的时候要加 横座标加起来的结果是什么呀 是不是从这边到达这边 这个是什么 长度 最简单的想法 这个长度 永远小过于这个长度 是不是 小过于这个路径嘛 这边有个路径长 这个是什么 高度 这个是它最高的高度 好吧 我就先选一个最高的高度好了 我把最高的高度乘上长度 你告诉我 这个面积是不是比原来的面积大 所以我把一个最高的高度叫做M 反正只要比它大 我就是越来越往上嘛 我只要找到个M比FX大 乘上 它的路径 只要路径呢 你单单取这个都已经比它大了 我取真正的路径 那就更长了 是不是等一下 但有加个等号 因为假设我真好是 长方形的话 那就想等 是不是 我这个是不是要等于它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这种积分呢 M指的是什么 任何一个大数 比FZ 比这里面整个的函数 在这个范围里面 还要大来的数目再大一点 就叫做 L是什么 就是C的路径 我们刚刚上面判断 这个不是要小过于它吗 这是整个函数 对不对 这个积分里面的整个函数 它最大的数值呢 也比这个小 是不是相当 乘上个 你积分的路径 积分的路径 不是圆的吗 这个周长多少 2π R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世子永远存在 这个叫ML inequality 所以呢 一消除掉之后 它变成2π FZ FZ是什么 是个很小很小很小的数值 因为我可以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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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靠近它 但你不要忘掉 对F而言 在D里面通通都是可解析的 所以我可以无穷的靠近它 我这个数值可以很小很小很小 当我一靠近到它身上的时候 就等于0了 所以就代表我非常非常靠近它 就可以非常非常小 小到后来这个数值 几乎等于0 可以忽略掉 跟谁比起来 几乎可以忽略掉 跟前面这个比起来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我这外面的积分 事实上可以等同于里面积分 我不管你外面取多远 我可以等同于它 我不管外面C1多远 我都可以等同于它 对不对 这样就是了 所以我们是一缓一缓扣着出来 所以这样一来呢 虽然说你讲的没有错 我外面的Z很远啊 Z减到Z0又不会很靠近啊 但没关系 我外面的整个都是可解C的 只要我在这边的积分C 我不管C是长什么样子 你喜欢把C长成奇奇怪怪的样子 也可以 OK 这个叫C 管它的 最后 它的积分都会等于它 那是因为从我们这个 告诉我们 是这个吧 对 那一旦是这样子 它就变得比较简单啊 我们可以handle的方式 那状况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好 我们来看几题 非常标准的题目 OK 假设我们有一题啊 记住这些都是课本的立题啊 Exponential Z 除以Z减掉2 DZ C呢 是一个路径 密闭的路径 我们先看看 Exponential Z 在所有的空间 全部都是可以解析的 在所有的空间 都是可以解析的 Z减2 它在分母 告诉我们 在Z等于2的时候 管它的 某一点 这一点 会让这个分母发散 我现在开始要积分 现在问题是 C是什么 叫做C 是等于C1 告诉我 这个积分呢 要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0 就变成 就变成 这整个的函数 在这条路线上 可解析 在这里面 没有任何 不可解析的点 它的积分 就是等于点 这是Couch Integral Theory 假如我今天 另外一个路径 C2 我一看 哇 不得了 它包含住Z点2的 那我们就会应用这个 虽然说上面EZ 任何地方都可以解析 但是下面这个 因为你C包含住Z点2 这一点 所以它在这一点 不可解析 它答案要等于什么 2πi 乘上上面的这个 EZ 放在EZ 等于2的地方 答案就是这样 连做都不用做 对不对 所以记住 你的积分 在负数里面 就是很简单 用判断 就知道答案 OK 所以呢 这边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以后任何地方考试 或者是任何地方要用到 什么地方会用到 你们在大肆的固态物理 一下就要用到 OK 你要去计算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发觉啊 它的分母是发散的 而且你就是要经过它 哇 那边都歪了 那怎么办 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计算 我们唯一能够做 想办法把那个点挖掉 挖得越小 小到你没有感觉到 这样就好了 用这样来比你 我们真正穿过它的数字 OK 就像脸上呢 有一颗小痘痘 怎么样 把它挤掉就好了 对不对 哇 脸上看起来又好像 没有痘痘一样 多好 对不对 OK 我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它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记住哦 只有判断 没有计算 好 再来下面一个例子 好 这个怎么办 Z的三次方减掉六 这个完全可以解析 但是Z Z减掉I 在几个地方不可解析 对 二分之I 就 就没办法解析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Z0二分之I的时候 它会发散 所以 它会等于什么 If C include Z0二分之I If C exclude Z0二分之I 第一个 假设 C包含住这一点 答案等于什么 二拍I 乘上什么 上面这个 把二分之I 带进去 就变成二分之I的 三次方 减掉六 答案就是这样 还没算 对不对 要减化自己 再去减化 假设没有包含呢 0 Z0二分之I Z0二分之I 提出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因为它是Z减掉多少 Z减掉二分之I 所以呢 这边要除以二 对 这样子才对 这样才吻合 Z减掉什么东西的 这可没有说 2Z减掉什么东西 它是Z减掉什么东西 这样才对 答案就跑完 简单吧 所以你知道判断 它身处何方就好 OK 还有一题例题呢 请你们大家回家看 那题例题呢 它列了四个圈圈 你就判断 那个圈圈有没有围住它 OK 假如说 它的分母啊 比如说好了 FZ 比如说 你们课本 另外一题 Z平方加E 底部是Z平方减一 DZ 所以这个Z Z平方减一 可以分解成什么 Z减一乘乱Z加E 然后再部分分次 对不对 结果后来发觉呢 好几个点 好几个点是 发散 那你就要看看 C包含住哪一个点 其实我 讲到现在为止 Z是包含住 一个点是发散 假设它 它两个点都把它给包了 假设它 三个发散的点 都给包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们刚刚在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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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在这边讲起 好像没什么 但待会 下一节课 会很重要 这一边呢 FZ 就是不是等于 2πi分之一乘上这个 对不对 我把这边 通通查掉了 因为不用 我要下课了 OK 把个东西交代一下 根据我们这边呢 FZ0 是不是等于 2πi分之一 FZ Z-Z0 DZ 对不对 只要这个C 包含住它就可以了 它更进一步告诉我们 假设我 把一个东西 微完分之后 把它带到 Z等于Z0这一点 它可以写成什么样 就可以写成这样 假设我们有个积分 这个积分无论如何 就是包含住它 这个点 那我们可以把FZ呢 FZ0带进去的事实 用这样子表示下来 OK 这一题呢 请你们回家 自己去看证明 词 DF0带进去的事实